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日 美国纽约市布朗克斯区移动公寓突发大火 突如其来的火势让所有的住户都措手不及 最终造成了至少19人死亡 63人受伤 同时还有至少30余人伤势严重 挣扎在死亡线的边缘 警方及消防人员指称 由于火势及烟雾迅速往上闭口 几乎在每一层楼梯都发现有受害者 并且令人痛心的是 死去的19人中包含了9名儿童 事发当日上午11点左右 很多人依旧享受在周日的睡梦之中 这栋位于181街333号的19层建筑 响起了急速的警报声 纽约的200多名消防队员在三分钟内到达 发现浓烟蔓延到了这座19层建筑的整个高度 像这种烟雾状况是前所未有的 而且已经有很多受害者吸入了严重的延误 纽约消防局FDNY专员丹尼尔A尼格罗表示 这是一场五级火灾 按照美国火警分级制度 五级火灾已经处于极度危险的状况 最终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奋力抢救 终于控制住了这栋大楼的火情 纽约市长艾瑞克·亚当斯也赶到了事发现场 他对记者说 已知19人不幸死亡 数人伤势严重 这是我们所目睹现代纽约市最严重的火灾之一 他还认为这场大火给这座城市带来了痛苦和绝望 一位住在公寓五楼的住户回忆说 当时我在客厅喝咖啡 然后闻到了烟味 我们开始在毛巾和门底上招水 一切都很疯狂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从窗户往外看 看到他们用毯子带走的一具具尸体 周日晚间 纽约市消防局公布了调查结果 火灾的起因是位于该栋公寓二楼和三楼的取暖设备故障 BBC新闻也报道称 起火原因 因为一部安装在浴室的小型电暖炉故障所致 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可能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设备 尤其是最近气温骤降 大家更是将自己的取暖设备开到最大功率 来度过寒冬 先前曾有报道 冬季的家庭火灾 很多都来自于类似电热毯 小太阳 热得快 这些高功率加热设备 如果各位观众朋友们家中正在使用 就一定要做好检修 排除一切安全隐患 才能放心使用 那如果我们真的不幸遭遇了火灾 该如何正确应对安全逃生呢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家庭火灾安全逃生的十大法则 第一就是要保持冷静 同时迅速回忆楼层结构 在大脑中定位安全出口 以及灭火器的放置位置 第二就是利用楼梯到走廊逃生 这招在火灾初期尤其好用 因为此刻楼道走廊没有被大火完全封住时 把被子毛毯或褥子用水淋湿裹入身体 用湿毛巾折叠八层捂住口鼻 低身冲出受困区 第三则是在逃生过程中 要善用标志引导脱险 比如按照紧急出口 安全通道 火警电话和逃生方向箭头等标志的指示方向 迅速逃生 如果以上方法都不可行 那第四种方法就是利用窗户逃生 当然也是有前提条件的 就是火势不大 还没有蔓延到整个单元住宅 同时是受混在较熟悉的室内的情况下进行的 方法五则是利用阳台逃生 这种可能就要用在火势较大 楼道走廊已经被浓烟充满无法通过时 我们就需要逃往阳台 同时紧闭与阳台相通的门窗 站在阳台上避难 等待救援人员的到来 方法六是利用空间逃生 这种情况也是只适用于火情不严重 且室内空间较大之时 其具体做法是 将室内某处的可燃物清除干净 同时清除与此事相连室内的可燃物 消除明火对门窗的威胁 然后紧闭与燃烧区相通的门窗 并用临时被子毛毯封堵 防止烟和有毒气体的进入 等待火势熄灭或消防人员的救援 而选择逃生空间最好找有一处有水源的地方 比如卫生间厨房等 方法七利用管道逃生 房间外墙壁上有落水或供水管道时 有能力的人可以利用管道逃生 但这种方法一般不适用于妇女 老人和小孩 同时也不适用于楼层过高的住户 方法八 低层跳笠 此方法也不适用于高层住户 跳前先向地面扔一些棉被 枕头 床垫 大衣等柔软的物品 以便软着陆 然后用手扒住窗户 身体下垂 自然下滑 以缩短跳落高度 快速从火灾逃生 方法九 卫生间避难 这种情况需要用在火灾很大 且在无法逃生的情况下 同时避难时 要用水淋喷萤火门窗 把房间内一切 可燃物体淋湿 延长时间 在暂时避难期间 要主动与外界联系 以便尽快获救 方法十 在最极端的情况下 如果逃生过程中 火已烧身 也要切勿经跑 因为身上着火后 奔跑的越快 可能火势就越猛 此刻要就地打滚 或者用厚重的衣物 压灭火苗 以上十种方法 希望大家牢记在心 当然更希望大家 永远也用不上 如果真的不幸遭遇火灾 身处火畅 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冷静 找出最优的方法 道生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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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并